大家好, 今天赛事比较多一些, 都是杯赛和亚洲杯赛的 我会选择了一组三关的彩池, 可以玩三川赛, 三川赛都可以 星期二第七场, 作为头关, 西杯赛事来的, 华拉道列主场对基达菲 这场球, 毫无疑问, 我都会支持客队, 所以我会买让球, 客队性1.77倍 本身来说, 进级赛率相当热, 原因是因为首回合主场赢了一球 进级热是很有原因的, 和球也进级, 赢球也进级 拿到作客入球来输球, 总比分一样也进级 所以这场球, 其实不是看着进级赔率去买的, 事实上 是说近况, 华拉道列就一般般, 真是说上场球, 作下华伦西亚, 林尾才追上一球, 斑平了 事实上来说, 主场也不见出息了 上次对华尼账劳, 一早失球之后, 一路都没办法 这场球, 在下风的处境, 打次回合 因为首回合失了分, 失了一球 相反来说, 作客的基达菲来说, 其实是硬正的 其实这么多人赛事, 严格来说, 输给近况相当好的巴赛 亦都是小败的 其他赛事来说, 基本上都是赢球, 或者是和球 你这场对老对手 事实上, 作客来说, 近十战, 四胜六和零负 入球多过你, 失球少过你 这些球, 一定是正路之选 次回合, 我也是选择让球的 客队性, 1.77倍 店人银赚、再次回合, 稍后参加 一定要合同简单, 提高 打破旁迹的 我觉得负责目准备 我现在要给大家看 我心里大概不准备 到两个後面来 大家真的很有点 所以说, 如果大家到了